我们继续铁拳7的个人角色的攻略 那么首先我们来做豹子头 豹子头 我想起了豹子头临终 水浒传梁山好汉 那么铁拳中有一个真正的豹子头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的结局 这个人的故事 他每个人只有一小段故事 但是也是挺好 那个也挺有乐趣的 都将他们打过了 好 拽了一下 哇有点危险 大招 全体大 好 Q掉 漂亮 干掉 走的 再来一脚 爽不爽 起来 我靠 再干 再干 赢了 豹子头 不会吧 还是赢了 来看一下 杰克的 叫杰克 7号 是个机器人 机器人 哇 全都这么厉害 王八拳 在这个 以后 代表 应该 可以 乱 以后 再 嘻 大家 干 但是没有 哇 好险差一点被他打招打中 最后赢家还是我 这么搞 这么搞 太搞了 帅哥 用帅哥来 打一下 哇打卫星人啊 干你干 好 漂亮 准漂亮 好 看 好 准像 好 小 老 是 不知道 aden 刚 那 是 懂 去死 好 干掉 无贼还是章鱼 这就是这些奇怪的男人 日本是这么愚蠢 不,我必须要在我的目标 后来,怪怪怪怪 好,再玩一个 我去找個屁股 打 去死 为什么他总抢在我先机 为什么他速度总比我快 打招好中了 哇两个人我们两个都一次绝了 好 最后一下我赢了 真的太全了 小局 干 我靠还挺厉害 挺厉害我靠 走你 完了第2局 第2局没有赢 现在第3局 走你 我干 再干 这招挺管用 我靠 再来一下我赢了 这招挺管用啊 飞踹 飞踹真是很管用 无 无 急凶行店 失败停止 緊急救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喔 無自作所 啊!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七 四 五 七 四 七 五 六 五 七 六 七 五等